在中国电影专业史艺书中,说到过一个影星,李莉莉,这是个标准的上海美女,不光人长得漂亮,而且还能歌上舞,在上海滩也曾经名动一时, 他出生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里,父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,但他自己却成了一名影星,而且与王美人,蝴蝶,并称为上海滩歌舞三节,这段史料也鉴于《钱壮飞衣》书中,小编觉得,这革命家庭能出个影星,也算是比较奇特的了, 据中国近代史记载,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紧要关头,是钱壮飞力挽狂澜,使得周总理等人逃过一劫,并确确实实地改写了中共党史,也正因为如此,钱壮飞被称为龙潭三节之一, 另外,据史料记载,当时李莉莉的家里,经常有中共地下党员出入,潘汉年,李克农等都是他家的常客,而每当父亲与这些地下党员秘密开会时,李莉莉就在门口警戒,一有风吹草动就向父亲报信, 各位,依小编的理解,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,多少身上会带着点特工影子,也很容易走上父辈的老路,可是奇怪的是,李莉莉却没有称为中共地下党员,反而称为了一名影星,这是为什么呢? 小编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性,收线,这应该和钱壮飞的刻意引导有关,毕竟地下工作是极其危险的,特别是三十年代国共对治时期,钱壮飞身处其中,随时能闻到死神的气息,那他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过这样的日子的, 其次,据钱壮飞一书记载,由于工作需要,李莉莉一家是要经常搬家的,往往这里住一个月,那里住半年,据此推测,这钱壮飞夫妻对李莉莉也不可能关注过多,但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,却给了李莉莉自由发展的机会, 他可以充分培养自己的兴趣,按自己的心愿去学习和生活,最后,小编认为,李莉莉能走上影视道路,也和一些机遇有关,据钱壮飞,一书记载,1986年,钱壮飞的北京光华影片公司,准备拍摄一部影片, 烟山侠影,薛衣儿童角色,而此时的李莉莉正好11岁,气质,形象都符合影片的要求,于是,钱壮飞便把这一角色给了自己的女儿,这是李莉莉出演的第一部影片,演出相当成功, 从此,李莉莉算是正式进入了演艺圈,成为北京宏极一时的演艺明星,三十年代初,李莉莉加入了上海一家著名的歌舞团,开始在全国巡回演出, 在此期间,她的演员天赋被充分激活,李莉莉成为了上海滩的影视名院,在这期间,歌舞团的团长李锦辉, 任她做了赶女儿,并让其改姓李,可谓,李莉莉为啥要改姓,这是否说明了当时国共斗争形式的复杂程度, 是否体现了当时地下工作的危险和无奈,改姓后的李莉莉演艺事业是风生水起,主演了火山情血,体育皇后等多部电影, 明栋上海,小编客,以举几个例子,从侧面证明李莉莉的出名程度, 1938年,她结婚了,正婚人是郭默洛,而这贺词的则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宜文斯, 另外,连周董礼都曾经与她合过影了,据此咱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, 收线,李莉莉人脉甚广,从侧面说明她很有些知名度,其次,周董礼都和她合影, 说明李莉莉可能在父亲不在后,依然得到了中共的照顾,最后,李莉莉的确是个影星, 但她毕竟出生在红色家庭里,谁能肯定她没有另一个身份, 谁能保证她真的没有走上父亲的特工之路,特别是那张与周董礼的合影, 是否向我们暗示着这位英雄之后的另一层身份?